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目前的生产方式无法满足人们快速增党的需求 水产养殖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国际同业协会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东海水产研究所合作开展 铜合金网易网乡海水养殖研发国际项目 探索铜合金网易网乡专业技术 促进水产养殖 可持续发展 助推食品的蓝色革命 铜合金网易网乡 助推蓝色革命 具有抗污染 天然易军 高强度 耐腐蚀 百分之百 可回收利用特性的 铜合金网易网乡 水产养殖技术 对鱼类更好 对海洋更好 对人类更好 铜合金网易网乡 养殖的优势 使鱼类更健康 铜合金网易网乡 能防止海洋生物的附着 使水流畅通 荣氧充足 为鱼类创造健康 清洁的生长条件 减少疾病 对环境友好 铜合金网易网乡 耐腐时 寿命长 无有害沉淀物产生 百分之百可回收利用 使用过程中 二氧化碳排放量更少 低碳环保 提高转化率 铜合金网易网乡 抗污染 创造更健康 更清洁的养殖条件 从而提高转化率 减少养殖饲料消耗 提高产量 铜合金网易网乡 强韧坚固 减少因捕食动物袭击 和鱼类逃脱造成的损失 容积稳定 养殖密度更高 鱼类生长更快 个体重量更大 铜合金网易网乡 用于水产养殖 能够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促进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发展 铜合金网易的主要种类 目前应用于水产养殖中的铜合金网易主要有三种 铜心合金斜方网 铜液合金拉伸网 铜硅合金点焊网 铜合金网易的使用寿命达五年以上 能满足不同网箱结构系统的需要 铜合金网易网箱的种类 根据适用环境的不同 铜合金网易网箱分为 近岸系统和离岸系统 适用于近岸水域养殖的近岸系统 由网箱框架 浮力系统和铜合金网易构成 离岸系统适用于远岸开放水域养殖 由网箱框架 铜合金网易 浮力系统 重力系统 和细薄系统构成 主要养殖鱼类品种 在中国 目前使用铜合金网易网箱 进行生产性养殖的鱼类 有大黄鱼 黑菌 螺鱼 六线鱼等 经济价值高的鱼类 在国外 铜合金网易网箱 被广泛用鱼 滋养归尊类 黑线雪 雪鱼 鸭平 和大笔木鱼等 国外应用案例 铜合金网易网箱 养殖技术 是被证明了的成熟技术 澳大利亚 范尼门 2005至2008年 使用铜合金网易网箱 养殖大西洋三门鱼 三年里 耳料系数 降低约15% 鱼类死亡率 由18%至20% 降至10%至12% 因捕食动物袭击造成的损失 由3%至5% 降至0.1% 前每年只需清洁 一到两次网箱 日本罗森工业诸事会社 安装了300个 铜形合金网易网箱 8年的使用证明 海洋生物附着减少50% 鱼类生长速度和转化率 均提高了10% 智利生态海公司 使用铜合金网易网箱技术 创造了世界上 迄今为止最大的 水产养殖系统 用以养殖 大西洋三文鱼 国内应用案例 国际同业协会 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东海水产研究所 合作开展的 铜合金网易网箱 海水养殖研发国际项目 致力于将国际上 先进的海水养殖技术 引入中国 同时结合中国海区特点 进行铜合金网易网箱 专业技术的试点和探索 项目四 2009年12月7日 在上海启动以来 进行了一系列的 技术研究 设计开发 工程试验 和海区养殖试验等工作 铜合金网易的 机械性能测试 铜合金网易网箱 水动力性能实验 铜合金网易网箱 具有良好的容积 保持能力 网箱容积稳定 可以使养殖密度更高 鱼类生长更快 个体重量更大 在黄海 东海 及南海海区 进行铜合金网易 防污性能实验 进行铜合金材料 网易结构 软连接技术 海上实测 中国第一支铜合金网易网箱 于2010年10月 在山东微海 完成海上安装 到目前为止 已在山东微海 辽宁大连 浙江大陈岛 及广西防城港 成功投放铜合金网易网箱 进行试点实验 项目进展顺利 市场前景 预计到2030年 我国水产养殖产量 需要增加1000万吨 推进资源纪约 环境友好 高产增效的生态养殖 是水产养殖业 可持续发展的 必由之路 国际工业协会 携手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东海水产研究所 设计和研发 适合中国海域的 红核心网易网箱 大力发展 基于生态系统 和环境保护的 近岸和离岸 深水网箱 养殖技术 助推中国食品的 蓝色和蜜